这就是从超市买回来的油菜 我以前呢也这么种过 就不用种子 非常的神奇 这个呢一会儿炒菜吃 把它洗一下 把它剥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留下里边的嫩心 这个还是两个的呢 这么大 我们先用清水给它泡干 水蒸多了 只要能泡到干就行 这样就可以了 水不要太多 因为我每天会给它换水 这就是day one 第一天 这是第二天的早晨 我给它换一下水 也不是每天都换水 你看着浑浊了就给它换 每隔一天呀 如果勤快的每天都换 给它泡干的时候 水也不需要太多 没过它的底部 稍微烤上一点就可以 掉了一块 好像变大了这叶子 估计再过五六天 它的根部就会有小白根 慢慢的长出来 外层的叶子也会变老变大 今天的叶子呢 已经在不停的长了 外扩 里边的小叶子也会叶芯 慢慢的窜出来 换点水 换点水 新鲜的水 每隔一天也可以 我感觉是长大了不少 今天是晚上 我看到里边已经有嫩叶 慢慢的往外窜了 你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暖和 那么它长势呢 就会比较快一些 现在英国是三月初 所以长势一般 有点冷 今天是给油菜泡根的第十天 里面的嫩叶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它的根部情况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继续泡着 你要有耐心 很多的菜都可以这么种 比方说白菜也可以 而且还会开花接种 今天早上我一看已经泡出根来了 我刚才给它换了一下水 看到没 真是太好了 这是第十二天 你小小的根须泡出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往外种了 等着天气好的话 OK 里边有没有长出新的来 不停的往里长 你看在里边多棒 可爱的小油菜 有的时候我也给它浇一点桃米水 看小叶子已经不停的往外冒了 这是今天早上刚换的桃米水 煮的米粥 忘了给大家看它的叶子情况 根系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往外种了再过几天 因为我还没有去原谱专门买土 这是去年剩下的 种花朵 果蔬的 种什么都行 如果你有时间就买专门种果蔬的 效果会好一些 有营养 先把它的盆备好 再过几天就给它移出来 我今天打算把它移植在盆里面 这是我种的葱 听说上海青和葱种到一起 减少病虫害 但因为现在天还比较冷 也就七八度的样子 我打算把它放到棚子里面 看已经有新芽 看里面小卷叶已经出来了 都好 它的根长得也很棒了 根系也长得很好了 英国现在的气温大概有七八度 从它没有根到油菜泡根根系长得很发达 到今天为止是第20天 挖一个不用很深的洞 因为待会我们还会给它再培上土 按紧 你吃的时候可以把它的叶子从边上筋下来 筋几片吃 它里边有不停的叶子穿出来 也可以整棵给它割掉 但是它肯定不如种子就种得好 上海青也叫油菜 同时也是鸡毛菜的前身 我还买了种子 今年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现在太冷不能播种 得到五月 这就是小油菜水培生根法 摘几片叶子不停的吃 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空间狭小 没有菜地 这样用一个花盆也能种 不要轻易的拔出来 这就算移植成功了 我有的时候还把它夏天暖和的时候 种到这和葱种到一块 长得也很棒 也没有病虫害 浇上点水 是你从超市买回来的很多蔬菜 都可以用水培生根法 菜生菜 不需要单独买种子 像大葱 大蒜 小油菜 这种上海青 芋头 香茅 Lemongrass 辣椒 菜椒之类 西红柿 都可以这样来操作 还有佛手瓜 这是我育的苗 先放到温室里边来 外边太冷了 怕给我冻死了 这左边这盆 就是我种的生姜 比较结实了 可以 像英国这种寒冷地区 必须过了五月份 才能往室外放 两天以后过来看 并不是每天都浇水 让它保持湿润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多月了 长得 它不停的往上窜 这里边还有叶子 一点一点的窜 主要用这个油菜来生 种子 等着攒明年的种子 我让它抽台以后 它就开黄色的花 非常的漂亮 来年就不需要再买种子了 这样是来留种子的 它里边已经出现花心了 看到这些没有 慢慢的窜出来 就可以留种子 我总结 它抽台的原因 就是这个屋子的温度太高 当然你像这些叶子 你可以就这样掰下来吃 等它抽台 我是故意让它抽台 让它做种子用的 反正要是水培上海清 就这么做 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列举了很多种蔬菜 还有大白菜 生菜都可以这么来做 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小上海清 小油菜的 无需买种子的种法 三四天以后 它这个台芯就长得非常往上窜 这就是一个mini 小型的小油菜 泡到第二个 水盆生根法 非常的有成就感 你如果不需要等的话 很方便 这是刚种下去的两颗 像这样的油菜 特别招虫的 白菜之类的 你和大蒜 香葱 香芹 种到一起 可以防止招虫 非要往室外放 还没有到五月份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我给它做了一个室外小暖棚 因为在室外放它特别的冷 一次霜冻就给你冻死了 一天一个样 这盆种的早一些 想吃菜的就这样子 一边奔 把这些叶子都给奔下来 不过这些叶子有点老了 等着我种种子的时候 再和大家分享吧 也非常的好种 现在英国还是四月份 太冷了 多漂亮的小花呀 感谢大家收看 不妨试一试 你看一个花盆就可以了 又不需要很大的地方 对吧 下次再见